大家好,我是小维,小皮特 今天就是2024年的1月20日 礼拜二的上午就是10点钟 那么今天洛杉矶这边的天气也非常之好 已经很暖和了 外面就加州阳光 我也很喜欢这边的天气 加州这边就是比较宜居的一个地方 不冷不热,我就最喜欢这里 而且比我们国内要暖和 比如我们广东的那边的天气比较暖和一点 我听家人说 现在广东那边也很冷了 差不多到了新年 差不多过年的时候 就是比较冷 比较潮湿 这边就是比较干燥 那么现在今天一一早了 就是跟大家又闲聊聊聊天 我觉得聊天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么昨天晚上我就是做了一个梦 当我做了梦之后 我梦见什么呢 就是梦见的就是国内家乡的亲人 所以我觉得很久没有做这个梦了 就是很多年了 很多年都没有这种 这个场景 梦中的场景 那么刚来美国的时候 有半年时间 就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是看到外面的景色 很多东西的好奇 新鲜感 就觉得什么的 真的很开心 但是半年后 就是当过了半年之后 就会有梦中又会梦见自己的家乡亲人 而且梦中东西都好像很真实很真实一样 那么隔几天就会梦见这个家乡的一草一木 就非常的很真实很真实 就好像不是做梦一样 梦中的就是 我已经回到了故乡了 我不是在洛杉矶吗 怎么突然之间 我又在家乡那边了 所以当时梦中的也有一些 就是一些想法 就是说 我怎么回来了 这样了 那么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 原来真的是一个梦 不是现实之中的东西 所以就有那么个半年后 就是会有这种梦 而且这种梦 就是连绵不断的 在以后的半年日子里都会有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在洛杉矶这边生活之后 这种梦就是再也没有那么经常的有这种梦了 而且真的是几年都不会再有这种梦了 因为已经你习惯了洛杉矶 美国这边的生活 那你工作 那你去什么都是 所以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那我相信了很多来美国生活 我一段时间肯定是会有这种梦 因为我也曾经也问过一些华人 华侨之类 他们都说是 都是刚来的时候 有一些都是不适应 我觉得环境不同的环境 特别有些女的 她们更加梦更加多了 因为想家嘛 女的比较相较于男的 比较感性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现在我想很多走线的 或者这段时间来美国的 慢慢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肯定 但是就是肯定会有这种梦的一种 就是中国有句话 就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 这个是潜意识上的东西 那么以前就是 我的邻居就是越南的 越南的华人 那么我也跟他讲过 那你有没有来美国的时候 有没有也梦见自己的国家 他有 他说有 但是他的国家 就是变成了越南 他是越南华人 所以他们出生也是在越南 所以他们梦呢 就肯定是梦见越南的 而且他们也喜欢听越南歌 我们听不懂 越南话 越南歌我们听不懂 但是他们也喜欢看我们 我们国内的中央台 还有地方的一些乐语台 就是真的 所以他们也会唱我们国内的一些流行的歌 也会看他们的那个越南的 就是两边的文化他们都会都会喜欢 而且毕竟也是华人 那么所以华人在全世界来说呢 就是很多 无论是非洲也好 哪一个 从乡 就只要是海外 每一寸一个土地上都总能够碰到华人的身影 这一点 因为我们中国人毕竟呢 就是人比较多嘛 还有几百年前呢 那些福建的或者是沿海地方到外面谋生的 下南洋呢 去南洋嘛 还有呢就是旧金山那边呢 就是也是我们广东那边很多 就是以前就是漂人过海来这里想赠点赠点钱的 就当然他们现在的子孙后代呢 在这边的已经是生根发芽了 可能有一些都不会讲中文 但是他还是知道从他们的祖辈那里呢 就知道自己是来自于中国的了 所以真的很有意义啊 所以今天这么早上呢 就是闲聊一个梦 梦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等于这种闲聊嘛 也也是不断是 就是说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一些啊 就是这样 那么啊 啊 今年 国内 嗯 就是下个月吧 下个月呢 就是 呃 9号就农历新年了 所以 哎 现在慢慢的 就是世界呢 慢慢的接近那个农历新年 是农年了 这么早几天呢 我到门市 那个丁盘的光厂那边呢 那我也就是看了他们一些活动啊 华人搞的活动啊 也还不错啊 也是有点 呃 农历三十那天也是法定节日了 那么也算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骄傲了 就是所以也是 我看今年真的想回去过年过去年 就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那么明天三十一号后天就一号了 还有就是不到十天 所以在就是现在的机票也也不算很贵 不算很贵 之前我以为邻近那个春节就觉得他是不是那个机票很贵 但是现在查了一些网上的购票也不贵了 所以这个昨天晚上刚好就有这个这个梦啊 所以真的国内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闹了 哎呀新年了新年了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啊祝福大家呢就是新年快乐农年快乐 身体健康心想四身工作顺利 顺利了啊 不管是在呃美国这边还是在全世界各地的啊华人啊 认识的还有是不认识的都是大家呢都是在这个这个将将要来临的一个农业新年呢啊 啊这个喜新的节日呢啊都是祝福大家的啊 嗯所以还是心情也是非常好的啊 呃本来呢这个这个今天我没有打算说要更新这个视频的 那么昨天我做了一个梦之后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话题吧啊啊 啊反正这个也是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一个话题了啊 好那么今天呢就啊早上聊这么多吧 我还真的我还没有吃吃早餐呢啊 所以啊就这样先练一下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拜拜